開位 先來請各位議員提讀資訊 好 陳議員請發言 主席 縣長 副縣長 我們秘書長 還有局處首長 各位同仁 早上大家好 本期這邊第一點想請教一下我們縣長 今天在奇摩新聞報道裡面說 那個妨礙數據大解密 他說那個發生率前三名 第一名是馬祖 第二名彰化 第三名是嘉義 我想說我們馬祖是靠關關立線 我們一直標榜過自己的好山好水 那個好風景 還有好空氣 那這種報道之後呢 我們怕說因為我們是以關關立線 會不會影響到那個遊客的一個心情 那至於說為什麼會有這種那個新聞出來 到底它的依據是來自哪裡 有沒有跟我們地方的那個衛生單位 或者縣政府這邊這個資料了解 到底這個資料來源是哪裡 我們政府是不是要做一個以正視聽 免得說這樣子新聞報道出去之後 對我們馬祖是應該公關立線是很大的一個影響 我想現場是不是知道這則消息和新聞 主席才智請現場做個答案 請現場做回答 非常謝謝蘇建議員 就是關心這一則報導 它主要是針對肺癌 那我看到這一則的新聞以後的確也非常的驚訝 但是我們的確必須要檢討 就是說隨著這個環境的改變 就是因為我自己在衛生局負責十幾年的業務 我們在七十年代 我們癌症的發生率最高的是肝癌跟胃癌 那發生率大概每十萬人 就是將近一百人 大概是台灣的就是三四倍 但是我們經過這麼多年的努力 我們肺癌肝癌的這個發生率 已經比台灣的全國標準還低 但是隨著環境的變化 這幾年比如說空氣污染 跟整個環境的變化以後 肺癌的發生率是越來越高 但是我沒有注意到發現 我們進行肺癌發生率會高到這麼多 那所有癌症的發生率 就是全國所有癌症的發生率 大概每十萬人大概是四百多人左右 其實我們的發生率是三百多人 是比全國的比較低 那它是清國新聞的資料來源是到底哪裡來的 這一個資料 我大概看了一下 或者等一下請我們那個 謝局長再詳細的說明 當然是某一位醫師 就是公佈一個這樣子的結果 但是我覺得說 以前我對於這樣子的一個 每年就是我們整個個縣市 以及我們地方的死亡率 我是非常密切的注意 因為這個醫治會作為我們 施政以及照顧民眾健康的指標 但是我知道這幾年就是肺癌的發生率一直升高 甚至可以到全國第一位第二位 但是的確看到這樣子 我們變成全國最高的肺癌發生率 的確讓我們很震驚 那我有提醒我們衛福局 就是說這幾年我們對整個健康之後也要與時俱進 我們過去針對這個消化細癌的篩檢 應該要轉向對肺癌的這個篩檢 而且我們有一個對肺癌診斷最有利的一個工具 我們有128千的電腦斷層 那我也發現就是我們衛生局已經從去年開始在做我們肺癌的篩檢 但是我覺得這個面跟普遍性還要持續的推廣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訊息是值得我們警惕 也對於我們健康照顧以及我們防治政策的一個方向 要加以修正我們對民眾健康的照顧要與時俱進 當然也可以發現我們對於這個空氣污染的防治 以及煙害防治我們更要加強 對民眾教育更要加強 特別就是女性相親這個肺癌的發生率是明顯的增加很多 那主要的原因而且女性的相親是抽煙比例是比較低的 但是空氣污染以及油煙也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那我們對這方面的防治以及教育 我想我們會要加強 我想我們對於這個癌症的防治的部分 我們除了繼續原來的一定要修正一個方向 對胃癌的防治我們要加強 而且面要做更快要更積極一切 我想說生命是無價的 市長說有這種的報導 它的依據是什麼到底哪裡來的 現在網路上某些這個網友在探討 是不是說因為我們地處大陸比較近 蒙古新的風暴是PM2.5 是那個比較空氣的那個污染比較大 造成我們馬祖有這麼高的比例 我想我們必須要去追根就疊適應是什麼 那剛剛現場也說可能女性的這些肯包 因為是在油煙啊或什麼情況之下 但是它不抽煙 那處罰的油煙可能也是個很大的是不是 我想是不是請局長答覆一下 我請局長答覆一下 這個資料來源 它有沒有跟我們地方政府求證 還是它的資料來源是從台灣的醫學中心來的 還哪裡來怎麼會有這種新聞出來 那個主席才是請局長這個答覆 請局長做回答 主席謝謝陳議員 對我們相信健康 基本上這應該是全國癌症登記的資料 這是衛武部的一個統計資料庫 譬如說它的資料來源是正確的 是衛武部的統計資料庫 是衛武部的統計資料庫 不過我們因為主要是 先說明是因為我們人口數比較少 所以在母數比較少的狀況之下 我們只要有個位數的病例呢 就會把我們的發生率一下子衝高 那我們一般在做統計的時候 像我們每年衛服局都會出年報 那我們出年報的時候我們統計 除了說看當年度之外 我們會統計平均十年 看整個這十年的趨勢是怎麼樣 不過這一則報導是說 最近這兩年我們的發生率都比較高 不過依照我們去年呢 我們去年針對就是高危險局 就是CN年CN率超過30報以上的相近 來現場指示我們要做那個Lodos CT 就是低劑量的肺癌篩檢 那我們也做了大概有77位的相親 那檢驗出來有醫師的有4位 可是真正有接受 後來有接受治療的一位相親 不過病理報告出來也是良性 就等於說我們去年做了77位的相親檢查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都還是良性 然後在疑似的這4位 每6個月定期在最終當中 所以我們都有還是在做防治 那可能的原因當然第一個就是高危險群 這個CN 高CN率的 這是一個高危險群 第二個就是有家族死的 那第三個 近幾年事實上是全台灣的學界也都在研究 包括我們前副總統陳建仁教授 他對台灣女性為什麼肺癌會發生率會蠻高的 他也在做這個相關的研究 所以除了我們剛剛提到的是有可能是油煙之外 那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因素 第三個當然就是空污 那空污我們也 我們在威武器的網站上面首頁也都有 也都有一個banner 就是提示我們當天的空污的狀況 在這一部分也是提醒我們鄉親 要注意當天的空污的狀況 如果說是有 事實上成色警戒以上的 我們都盡量希望說 想盡不要做劇烈的不外運動 那就針對這幾個可能性的原因 高吸煙率 家族死 然後油煙 然後空氣污染 我想先做防治 因為一個疾病的發生 尤其是腫瘤 它的成因通常都是多原因 所以我們在可知道的原因的這幾個原因之下 我們會先做防治跟宣導 那肺癌的防治我們會逐漸 會轉移變成我們以後防治的重心 我們原來做的消化蝦癌 我們還是會持續做 不過會因為發生率的轉變 所以我們會以後會對肺癌 會多投入一些我們相關的業務 以及我們同仁的重點會轉移到肺癌之類 我再請教局長 前一陣子我們有所謂的空汙的一個警示 是 到達哪一種的空汙氣的品質 然後掛什麼棋 我們現在還在繼續做嗎 有沒有這樣繼續做 以前既然在學校還是在哪裡 今天空氣的PMI達到2.5 然後我們不是有掛那個橙色棋子 還是什麼棋子 以示出 大家出門的時候要戴口罩 好像前 前年半載還是有這樣做過 現在我們還是要繼續去觀察這個 空氣的PMI 2.5 這事實上環保署都有在做監測 因為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也有那個監測站 所以環保署有一個APP 就用手機就可以查 它叫環境資源通 是直接在手機上就可以查 其實我在 我應該平常我一兩天這樣 我都會查一下 就是看一下當天 我們一般鄉親沒有普遍性的 我們不知道喔 不知道今天空氣品質到底好不好 我出門要不要戴口罩 是 學生孩子上學要不要戴口罩 這個沒有廣泛的宣傳我們不知道 是是是 所以我今天也藉著這個機會 也宣導一下鄉親 可以很方便 因為現在手機每一個人都有 所以手機只有這個APP 環境資源通通進去查 它上面就有那個當天的空氣的狀況 各縣市都有 各全台都有 跟中央氣象局一樣 我們上去中央氣象局 今天馬祖哲天氣怎麼樣 這樣這樣有多少 一查就出來了 各縣市 各縣市都有 我想這方面既然有這個資訊 我們應該多多的宣傳出去 就像這次那個新冠肺炎一樣 機關局給我們那個一個line 機關局打進去 今天整個新冠肺炎的狀況 是多少人多少人 這樣一個普遍廣泛的宣傳出去 讓我們馬祖哲天知道 是 好不好 好 繼續努力 請做謝謝 謝謝 第二點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那個交通旅遊局局長 我想說那個局長這近年來 對那個民航業者也非常支持 怎麼講呢 就是說我們積極的爭取所謂的直線航線 就是以前的所謂的W2 是我們正常的航線 現在是飛W8 減少了很多的時間 大概減少了50公里左右的這個 航行路程 相對的 飛往馬祖這個時間也縮短 我想這方面 航空公司是賺到了有費 也賺到了時間 也賺到效率 那這方面也沒有對我們馬祖鄉親 提出所謂的一個優惠方案 我想這個應該是政策 是屬於民航局的政策 到底有沒有給我們一個優惠的政策 好啊 那主席財智請教立局長答覆 好請教立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也謝謝成員 對這個台馬航線 非常的一個關心 那基本上對我們政府去爭取直飛航線 其實我們講的是安全 當然後面的成本也是有影響 飛航本身存在有風險 我們在民國83年1月17號 我們開啟台馬航線 當時的直飛率大概只有35% 以前所謂的要繞過阿八把去 是的 我們都知道了 是的 那我們104年現場上來以後 我們積極的來跟這個 這個其實管制是國安部在管制 不是民航局 那我們有透過民航局來做一個了解 那時候的直飛也沒有很高 也沒有很高 那我們要求應該是要直飛 因為它存在有非常的一個風險問題 所以說對於每一個月 我們大概都要求民航局要提供 就是說直飛率是多少 那我們近年來我們發現 就是說我們直飛率甚至有連續三個月 達到100% 全部都是直飛的 當然這個W2跟W8 基本上大概以飛行時間來計算 大概會剩下10分鐘 節省10分鐘 我見過大概直飛時間最短只有32分鐘 我在數據上面看到 那基本上時間等於里程 里程等於票價 那我想說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也有跟 就是說民航局來做一個討論 有過討論 但是在機會上 基本上並不是站在我們這一邊 但是就是利隆航空 那它也有不定期會有一些優惠票 會有一些優惠票來推出 那未來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針對民意跟鄉親的一個關心 我們也會透過航空公司來做一個傳達 我們也希望說在這條航線 它是名列全國載客前三名的航線 應該是跟金門航線 大概載客率是差不多的 這個部分我們當然也會傳達這個訊息 那目前隨著國際油價的一個條件 大概航空是在6月30號要實施減價後的一個票價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在就是說進行了解 一個是6月30號的新票價是已經確定了 那新票價實施以後 後面的過去就有票價的一個處理 是要怎麼處理 譬如說我現在在航空公司裡面 有很多在那我過去的票價 那個票 未用的票 那這個部分 航空公司本來是傾向於就是說 全額退不做手續費 那可能也會造成就是說 旅客的一個困擾 那航空公司現在目前還在研究 就是說最方便的什麼樣的方式 最有效率的把這個票做一個改變 那我想說 針對航空票價的問題 這是一個長期的一個問題 事實上我們也關心到國際油價 好 局長謝謝你的答覆 油價這個是屬於國際性的浮動的這個價格 但是我們現在是千真萬確的事 資料統計 你看我們今天3月份 直飛的這個達到98.9%了 幾乎說幾乎百分之百了 只有這個走W8的航線是279航線 3月份 W2的只有3航線 那表示幾乎都是直飛的 直飛我們當時議員也不斷地在質詢說 希望能夠穿過R8把區 減少飛航的距離 然後又能節省油料 這些應該要回饋給我們馬祖鄉親 我想這方面還是繼續要爭取一下 好不好 好的 好 第二點我想請教一下 第二家航空公司 大概要約多久的騎乘可以爭取得到 好 是 謝謝 謝謝陳遠 那標記航空公司禁足的問題 事實上我們跟民航局之間有一個會議 這會議就是說 過去我們要建議它是每兩個月要開一次 那受到疫情的影響 那這個會議事實上是有停了 有停了 因為最主要是說 華信航空在飛機的引進上面 可能也受到疫情的影響 在歐洲製造的這個飛機 可能他們也面臨了停工 那這個裡面變成說 會議會沒有內容 那民航局告知就是說 希望在這個疫情趨緩以後 如果在華信航空方面有一些進度 我們會繼續的來召開這個會議 那目前 給我們非正確的一個訊息 是說2022年 現在的2020年 那我們一直希望 是不是能夠在2021年 好 這是我們努力跟爭取的 我們現在還是有這個目標 還是有這個期程 達到了7成 是 好 謝謝你的努力 第三點請教一下 高雄馬祖的航線 也沒有可能爭取得到 其實我們過去曾經努力過 但是我們好像 被一個技術性的問題 大概 這個技術性的問題 就是原票價 民航局答覆給我們 也就是說如果高雄要付費 那基本上他們開出來的票價是五千塊 這個讓我們 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是自難而退 自難而退 那我們現在 對於高雄航線 當然也是我們 努力的一個目標 我們也寄望 在第二家航空公司進駐的時候 同時也能夠把高雄航線 能夠做一個恢復 這是我們大概既定的一個政策 不會代別 好我想局長還是繼續努力 也希望的目標是2021年 也是明年2021年 第二家航空公司能夠進駐 跟馬祖跟高雄的航線 也一樣的帶來這個好消息 好不好繼續努力 請坐謝謝 謝謝 好另外一點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那個廠發處的處長 就是有關於我們那個接受澳口 花了兩億多的所謂的城鎮之心計畫 即將在今年的八月份 就要完成使用 本期長請教一下那個處長就是說 我們既然說有這麼漂亮的一個澳口公園的改善 那麼未來我們的維護跟保固的單位 到底是哪一個單位複製 我不希望說把環境跟景觀做得很漂亮之後呢 後面沒有人保護沒有人這個維護 這個就是我們最大最大的一個關心 你看我們接受澳口 確實你看那個當時的公園做得很漂亮 也有噴水池 久了之後呢噴水池裡面都是丟那個寶 那個所謂的寶特瓶還有鋁箔包 那現在把那個填掉了現在開始種那個植物 種那個那個不是花圍 種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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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道樹那種植物類的 我們到底以後有沒有這個能力來保管 另外我想說因為我們馬祖沒有路燈管理處 我這邊想建議一下縣長以後哪一個局處下 是不是能夠設立一個類似於環境維護的這個單位 就像我們剛剛那個曹法山議員說的 你幹線都做得很漂亮 你支線呢 有時候摩托車轉彎的 就因為那個像是樹的或者樹葉的腐化之後呢 沒有人少沒有人這個清理 所以造成環境的景觀跟汽車的危險 好主席才是這一點我想請那個我們 那個廠罰處處長做個答案 好廠罰處處長做回答 主席謝謝成員 我想我們最近也在在做相關的研究 對於兩個一個就是接受一個是福澳完工以後 未來維護的問題各單位 那初步大概都有一些初步的共識 就比如說停車場可能未來就是交旅局這邊在作業 那是福澳的有關港務的相關的設施 大概就是未來港務處處來處理 那屬於露宿相關的職務的部分 大概就是我廠罰處來作業 那整體的或許還有其他的就是 剛剛成員建議了 因為也確實了 因為全國大概只有馬祖 我們沒有設立公園路燈管理處 這樣一個單位就是專責一個單位 那事實上在作業上也有一些在以往都存在這方面問題 那基本上當然設施做完的 那現階段只能暫時都有新建設施的單位 除非能夠分工出去有個別 剛剛講的個別主管部門範圍來作業以外 那剩下的大概就是設施新建的單位 他就必須要暫時來接管 那事以後正是有一個比較明確的單位來做相關接管 比如說剛剛成員建議了 縣政府是不是要在哪一個單位 或者成立一個奧基單位 一個公園路燈管理處來做相關的管理 來可能未來再來做實質的考量 大概做以上一個說明 我相信說各局處爭取預算的能力 跟中央的關係大家都很認真 都很努力的在爭取這個預算 也確實也達到了我們馬祖建設的需要 但是問題是後面的維護跟景觀的保護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想那天縣政考察的時候 我們看那個清水師弟 那環織局也提出來說 這個有一個所謂的生態池 我說生態池做得很漂亮 那到時候你到誰來維護呢 對不對我在這邊建議縣長 以後哪一個單位提出來建設 但維護這一塊一定要把它建立起來 就事權要很明確的 這次你爭取的預算 當然說你很大的功勞 我們都感謝你 那之後誰來維護這就很重要 這本席也請教過處長 說你現在山龍奧口景觀公園那邊 你種的那個樹 那個叫什麼南洋山還是什麼樹 我們現在討論了 福澳先生也是種的樹 看起來很漂亮 有樂帶的這種這個這個季節的這個樹 很漂亮 但是我們懷疑說 因為馬祖南風啊 那個颱風天這回南 那個風力是相當相當的可怕 甚至於說以前 碩碑人家留過錯嘛 然後三百個都可以從屋簷那個 房屋頂飛過去 所以這種風力是不是能夠看得了 我們種的這個這個樹木 是不是能看得了這個風力 因為都沒有種過 大家都在試驗 結果你處長所了解的 到底有沒有維護 跟這個耐風力 到底有沒有這個實力在 我想剛剛講的 種的是棕櫚樹 棕櫚樹在一般國外 大概都種在沙灘上 沙灘上在海邊大概比較多 那在台灣也很多學校 或者路邊啊 道路行道樹也很多這方面 那這種樹有一個好處 它本身並沒有落葉的問題 它只有枯葉 就枯枝的問題 那枯枝那我們當然就要定期 我們產業發展處 有義務要定期要做修剪來做處理 那因為它不會有整個落葉落下來 個別落葉 只有一個葉 落葉的一根的這個跟枯枝一起來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要配合來處理 我想樹木的部分 目前來講 都是目前在圈折上 還都是我們產發主 有義務要把這個部分做好 我想這個部分基本上沒有問題 那當然在那邊水池附近 原來規劃單位種了很多烏鳩 後來我們嚴禁它在那邊種 因為烏鳩這種東西 就有一個缺點就是 一到冬天 可能雖然會有變黃變紅的這個機率 但是因為那邊南北風可能都很大 所以不宜種 不然的話 池子裡面未來可能都是 樹葉這個問題也會造成我們維護的困擾 那在福岸我們也同樣要求 那除了一些比較大片的一些這個風樹 可能對於未來落葉以後 大家會認為會有一些價值 那其他的比較會屬於枯葉的部分 我們盡量少在都是混凝土比較多的地方 應該枯葉的地方 我們應該像零像更新這些位置 落葉以後對土壤是有幫助的那個方向 我們來做這一方面的努力 我想說種這個棕櫚樹 我們今年夏天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是 一個颱風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它到底能不能經得起這種風力 使得一個一個清洗 好請坐 那本期這邊就是請教我們那個縣長 就是說 最主要的是說 建設之後的後面的維護跟保固 這個是非常重要 不要建設得很漂亮之後 到時候七管八管沒人管 到底是誰負責 像那些生態職 環保局自己說我負責 你負責就好 有了負責 才會有這個好的品質出來 就像我們現在所做的責任制 很好啊 公測 標準區很好啊 你幾間你負責打掃 一段時間數一裸 內部整理乾淨 觀光地線 本來就是要讓人家感覺 視覺上感覺非常的清爽 而且非常的整潔清潔 簡單 非常的順眼 這就很好 我們希望未來 這是誰來管理這最重要 好不好 跟先生建議 好 謝謝 好 會議長請發言